大家好,我是小丽同学 今天给大家介绍一款Unread的插件NAT 它的全称是Network UPS Tool 也就是这个 UPS也就是不间断电源 假如NAS直接接的家里面的插座 然后NAS是24小时不停运行的 家里突然断电的话 NAS也就立即关机了 而且不是正常关机 数据可能丢失 硬盘可能会损坏 为了避免这种情况发生 我们可以买一个UPS UPS接插座电源 然后NAS接UPS上面的插座 在家里面插座断电的时候 UPS会立即切换到内置的电池 给NAS供电 同时UPS会通过通讯线 来通知NAS关机 这样的话NAS就可以正常关机 数据不会丢失 硬盘也不会损坏 那Unread跟UPS之间的通讯 肯定是需要驱动的 那怎么样来驱动呢 就是这款插件 它可以实现傻瓜式配置 然后我们首先说一下连接 NAS的电源插到UPS的插座上 UPS的电源插到家里面的插座上 然后呢 UPS一般会附送一根通讯线 一端插到UPS上面 一端插到NAS的USB接口上面 首先说明了我的UPS是雷迪斯的 H1000M京东买到也就200多块钱 然后我们搜索一下这个插件 直接就说NAT 我们先卸载一下 安装 我的NAS并没有科学 只是加了两条代理 所以下载比较慢 而且经常会抽风 大家如果有同样的现象的话 可以参考我之前的视频和文章 有手动解决的办法 OK安装完毕 我们去看一下 那我们来演示一下这个插件的使用 可以在插件一面点击这个插件的图标 进入这个插件的设置界面 或者在设置里面点击这个NAT设置 也可以进入界面 我们可以看到安锐的 它自带一个UPS的设置 但是这个UPS的设置呢 不一定对所有UPS都生效 比如说我的这台UPS 用默认的这个设置就是不行的 所以我用的是它这个插件 OK这个就是UPS的设置界面 我们看一下默认的配置 是几乎是不用变的 我们可以设置一下 停电的时候 多久让安锐的自动关机 这个是关闭模式 就是电池 以电池模式运行多久 我们设置个两到五分钟都可以 只要是看你的安锐的需要几分钟能关闭掉 稍微长一点五分钟吧 也就是说如果停电的时候 是会收到一条停电的通知 你可以配置这个通知 然后向你的邮件或者短信发送 然后呢 在五分钟之后 UPS就关机了 也就是说它给你安锐的留五分钟时间 让安锐的来自动关机 这五分钟时间内安锐的会自动关机 OK然后我们来应用 可以看到电池数据已经获取到了 电池UPS状态是在线的 电池电压是3.5 输入电压235V 平均50Hz 这个我们就不需要看了 可以看到在线 现在状态是在线 电量是百分之百 UPS的负载是百分之十 这个功率没有显示 不知道是这个UPS的原因 还是因为配置的原因 就是页角的显示设置 如果选择了yes的话 它就会在安锐的这个界面的页角这里 显示电池的容量百分比 然后第二项呢 是它的显示设置 这个设置呢 是在主页显示 就是主页的这里 如果你已经试着的话 它这里会就会多一栏 这个电源 百分之八状态 在这里显示 如果你的数据不正确的话 你可以点击左下角的自动侦测 它可以侦测到你的UPS 并且呢 你可以通过邮件配置 来实现 家里面停电的时候 会自动给你手机 发短信通知 当然前提是你的路由器 还有家里面的网络相关设备 都要接在这个UPS上面 因为如果断电的话 网声音就断了 NAS想给外面发消息 也发不了了 那以上配置 以及NAS和UPS仅供参考 本期视频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观看 我是小弟同学 我们下期再见